缘于民族之心 心于品质之巅 成于健康之路 一滴乃荣天下 有爱有缘有三缘 欢迎观看梳理时间 我觉得好像听到的都是成功的颂歌 失败的就悄悄的离开舞台 这个是不是对人的打击很大 我认为创业本身就是一个高概率事件 输的是绝大多数 正是因为这些失败才为下一个成功奠定的基础 所以失败是创业的主旋律 我觉得我们社会缺少对失败的容忍 而且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成功者身上 你做金山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满足你的成功感 那么你做到 小米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你的成功感 你是不是对成功感的这种追求 比一般的人要高呢 我觉得不是成功感 是梦想 你不做小米 其实你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我觉得不管是金山也好 卓越也好 以后你的投资也好 其实你是很成功的 做小米对你有很大的风险 你做这一步呢 这个你有什么担忧和恐惧 在我四十岁升任的一天晚上 我想了想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就这么就结束了 而且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特想办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我还愿意去试一下 当有这个想法以后呢 我第一个担心就是说 我已经被捧成创业导师 自己去干个公司 要是干砸了的话 特没面子 这是我最大的担忧 我是有恐惧的 这个我承认 而且我做天使投资 又看到无数的公司关门 尤其是看到成功者再创业 输的人是大部分 因为你原来成功的因素 在你再创业的时候 反而变成了障碍 你觉得你懂 实际上是不一定你懂 所以我怎么能把自己完全清空 怎么能把面子放下再创业 这是我创办详理最大的困难 三元 我与祖国共成长 疏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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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所有牛奶都能做到极致 三点四克乳蛋白 极致营养 三十位乳液专家 极致鉴定 中国好奶 极致定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